在最新一期的妻子的浪漫旅行中,四位明星辣妈正式从家里各自出发,前往坐落在莫甘山的秘密花园。 虽然刚刚离开各自的丈夫和家庭,但是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叽叽喳喳的,熟络的也是很快,显然各自都期待着这次难得的旅行机会。 而另外一边,明星辣妈的老公则被节目主安排一起坐在观察房里,通过摄像镜头来看自己妻子在外旅行的样子。 几个大男生凑在一起聊妻子和家庭,这画面也是十分难得了。 在这期节目中,小编也是发现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妻子穿太短或者太陆的裙子或短裤出门。 英采二出门一身下一失踪把扮,陈小春连忙摇头喊拒绝,成立霞穿得很保守。 郭小冬骄傲的跟节目组自曝这是我要求的,要求他穿不能过系的裙子,看来真是同一个世界,同一个丈夫呀。 但对于陈小春和郭小冬这种流血传统的方式,张杰和傅星伯却对这个话题没有附和,甚至是持有反对意见。 随后,张杰在节目中也是反驳郭小冬的说法并自曝,他认为女生一定要露腿才好看,也不知是因为妻子谢娜不在现场,还是张杰有点膨胀了。 他居然在节目现场大爆猛亮,表示自己在外面玩的时候,如果在街上看到腿非常好看的女生,那么他也会躲躲藏藏,而是非常大方的表示欣赏。 听到张杰居然敢做这种事,傅星伯也是一脸的羡慕,但他还是非常八卦,并且不死心的问张杰,这个话题回家你会跟那姐聊吗? 傅星伯被言善之意,也是好奇谢娜如果知道张杰在外面看别的女生的腿,会不会有意见。 但张杰接下来的回答出人意料,他表示谢娜对于这件事其实没什么意见,张杰表示谢娜并不是那种爱吃醋的女生,不会一点就炸,更不会冲她发脾气,觉得她做错了。 听完张杰的话后,傅星伯也是真的很羡慕了,随后他表示自己也有看过,但是是当着妻子影儿的面偷偷的看,不过影儿跟谢娜完全不同,傅星伯表示影儿会马上吃醋,并对她大吼,你怎么不看我的腿,你为什么要看别人的腿? 最后,傅星伯也是无奈的表示,我媳妇就这样的,那失落和羡慕张杰的语气真是完全展现出来了,对此,其他三人包括张杰在内,也是哄笑一团,显然对傅星伯的遭遇表示同情哈哈,其实小天觉得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大家都喜欢对美好的事物表示欣赏,就像女生在外穿的好看,也是自己喜欢, 把自己的美大方展现在外面,而男人麻性自施然,更不用提了,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,虽然张杰和傅星伯看似近况不同,但其实他们都是被幸福包围着的,谢娜不介意,代表他也欣赏这种美,而隐儿介意,却也能代表他太爱丈夫,习惯丈夫只欣赏自己的美罢了。